Hi 大家好 我是Richie 今天想跟大家分析 关于let 这个字的用法 大家普遍都知道 原来let 等于allow 例如批准准虚理做一些事情 我们看看以下个例子 My mother lets me stay out late at night 即是妈妈很nice 批准我出夜街 晚点回家也无所谓 而今天我想跟大家谈 关于两个重要句子的格式 例如第一句是 Let somebody go 第二句是let somebody down 我们先谈谈 let somebody go 这个例子 例如有一天你逛街 一天无单的绑匪就绑架了你 绑匪带你到货仓里面 求他们放你走 英文可以怎样说 例如 Please let us go I promise I won't tell anyone about the kidnapping 第二个例子是 Although Sam and Janet have broken up a long time ago Sam is still having trouble letting her go 其实这句和刚才的意思是很不同的 因为刚才第一句是一些绑匪绑了你 求他你放我走 Please let me go 但这句的意思是 即是Sam和Jan虽然大家放了很久 但Sam还很想念他 很放不下女朋友的意思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混乱了 因为Sam没有捉了女朋友 不让他放他走 只不过是放不下他 记住同一个格式里 Let somebody go 但背后的意思可能会变了 或者很不同 下一句句子是关于 Let somebody down 这个意思是等于disappoint 或者令某些人失望 这个例子 Jeffrey let his manager down by not submitting the proposal in time 意思是Jeffrey令到他的经理很失望 因为他监不及那份计划书 Fond6的同学记住 还有八几天考考DSE老和 这是礼真 记住现在要争取时间努力温习 读书 亲自好成绩和加油 Don't let me down